9月20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武接受香港总统社采访时表示 十四五规划对于香港金融中心的定位非常明确 很重要的一点是香港扮演的境外人民币枢纽角色 除了强化之前的护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之外 港府正在推进绿色金融 同时准备推进和内地保险业互联互通的工作 在广东省建设保险售后服务中心 十四五规划对于香港金融中心的定位很清楚 一方面是强化我们国际金融中心 二方面是强化我们作为境外人民币枢纽角色 三方面是做好我们的风险管理中心角色 同时在绿色金融和互联互通方面有突破 这些大框架是给我们很丰富的内容和平台 让我们进一步用好香港金融业 我们经常说金融不仅是治愈治愣 我们必须要服务实体经济 如果有更多互联互通 令到我们整个市场更加蓬勃 和更加有生机 因为看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有几个互联互通计划 股票市场有债市有银行间有 其实下一步我们都在推展 例如在保险方面 希望在内地的大阪区城市有售后服务中心 石正宇谈到 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 国民财富积累越来越多 香港可以提供内地居民财富增值 和风险管理的专业金融服务 近期推出的跨境理财通 就是最好的例子 内地居民可通过港澳银行 购买港澳销售的理财产品 整个过程必还管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国家的国势越来越强 和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 变成我们对于一些 包括境外的资产配置的需求 尤其是企业的层面 去参与境外的一些项目 其实需求越来越大 当然随着你参与度越来越高 你面对的环境越来越复杂 和面对的风险都很不同 其实香港一直以来 我们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和我经常说的 我们是一个综合营的国际金融中心 变成方方面面 我们不仅仅作为一个聚财增值的中心 也是一个风险管理的中心 我们有很多一些完成的 一些风险管理的方案 一直在做着 也一直在服务着 国际上不同层面的机构 变成当这些国际方面的风险也好 或者不同情况的环境也好 如果我们的国家自己的机构 或者个人要出来的时候 变成我们正正能够看到 这些方案给他们使用 其实最简单 例如你看到现在是理财通 都在用相同的概念 我们有南向通 当然 那里面是说内地的钱 如何通过香港的银行系统 可以投资一些内地投资者 有兴趣的一些投资产品 展望未来 徐正宇表示 港府努力的工作方向 是丰富香港的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 推进更多股票 债券 用人民币交易 同时也能服务内地人民币走出去战略 想应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政方针 我们如何去丰富我们整个人民币生态圈里面的产品的多元性 其实一直以来我们在现在来说 在我们的市场里面有股票 有房货基金 也有大概40个ETF 都是有人民币计价的 所以下一步如何更加推进我们新的其他的一些股票也好 或者其他资产类别也好 有人民币交易和交收是我们的方向来的 现在在户心港通或者股票通之下 南向通 对于一些港股交易的人民币这个需求 因为从那个角度 我们内地的投资者其实是拿着人民币 但是同一时间 其实他们是通过南向通去买港股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积极地想着 如何在那里开始做一个新的方向 从一个角度 就是更加一方面满足到内地投资者 用人民币去买港股这个需求 同一时间是配合到国家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发展 快来订阅通识 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